Audrey是一個小時 因為我們後裏之後發布 這個只做個紀錄 那小安我就不等了 我們就開始了 Audrey,第一個議題我想要聊的是 他的疫情在這次其實算控制得還蠻好的 這裡面 我從資訊人的這個角度來看 你這個過程其實蠻有趣 就是你負責擔任政府 跟民間之間的Coordinate Coordinate的角色 這個套路在這次疫情 其實它以前我們叫做 Open Source的Community的這種邏輯 可是這個套路 你覺得它是軒移在 這樣的時空背景裡比較work 還是它其實是一個常態性 而且可以在各個部會都持續推動 這個套路有一個名字 就叫你行你來 YES 那其實每次講社會對一件事情關注 好比像說2017年5月 當時我上任沒有多久 還不到半年 大家關注的就是說你用Mac或Linux 因為它用JavaApple 那一年後來就把JavaApple禁掉了 就是它不維護了 所以它就會說 請稍待 然後就等四個小時 事實上沒有發生 大家可能還記憶有心 所以當時 其實就是像卓智媛 它是一個設定師 他在我們共產生產業平台說 Avotion可以沒用到爆炸 全部都是負能量 底下的留言80%都說 分析不了下台 關貿網路無能 什麼之類的 所以當時我們去 因為我們在政府裡面 有一個常設的編輯 叫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當時剛剛好 就等於是財政部 剛有第一個 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讓健康專委 那它就被授權什麼呢 就是說 媒體聯絡人是跟新聞工作 那如果是國會聯絡人 就是跟立委 那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跟這種hashtag工作 那這些hashtag 跟立委跟媒體 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hashtag 旁邊是沒有人的 卓志遠他也沒有辦法去號令 那些留言要城市部長下台的人 一定用沒有 就是說難用到爆炸已經變成一個梗 那用這個梗的人 就是這個社群的議員 所以傳統上那種 就是你找兩三個領頭的來談判 一點用沒有 所以你唯一的方法是 就是自己用這個hashtag 你必須要加入進去裡面 所以當時將軍人就留言 就說我們也承認 難用到爆炸 那決定難用到爆炸的人 我們就到這個事故發生的地點 也就是那個財資中心 那我邀請大家兩個禮拜之後 一起來做明明的爆炸人體 這個非常成功的一個操作 就是你行你來 那所以呢 當時卓志遠就甚至還義務的幫忙 整理所有這些留言 那我們就把所有爆炸人體 來用的部分 變成一個user journey 就是使用者的這個旅程 那我們隔年的 就Mac Linux的 Windows的人搶著要用Mac來爆炸 變成Pulse來利用新版 當然後來所有人都可以用 那就是approval rate到98% 那這個以公部門的數位服務了一下 從來沒有聽說過approval rate到這麼大 那原因就是為什麼 因為幾千個人都覺得 我至少有貢獻 一點點意見 所以我覺得這是可以常規的操作的 簡單來講就是說 開門造居 我們一開始覺得大家有什麼不滿的時候 不是我們先埋頭苦幹想要解決 而是說 這個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解決怎麼辦 你先你來吧 這樣子 那只要是這樣子常態的話 我們開放政府聯絡完線 已經處理了這個接近100個案子 大概都是這樣子的形狀 OK 這裡面我有兩個地方 我覺得可以拉離清楚 因為第一個 這跟政府過去在做決策的模式 它其實是不一樣的 相當不同的 相當不同的 那傳統政治人物的角色在裡面 其他作用 我覺得你作為college人 Mavis很好 可是這個等於 有點像開門造居 你也可以說法克為主 在過去的政治體系 在我為主 你說民眾本來是客人 對對對 是民客國家應該是 不是民主國家 對 可是它跟總統的政治決策的 邏輯其實是不太一樣 而且有些事情 它其實政府要做在前面 而不是等到人民發生 所以這中間其實更細思想 它其實有分工的議題 對 政府要做更遠的事情 那是不是在他們這種痛的時候 才跑出來解決 所以 不過我覺得那個痛的是一個梗 就是界定實力 簡單來講 其實當然也不是一次在猜子就談出來 那只是把問題找到 而且問題就像你說的 很多是表面的 因為民眾只反應他接觸到的 對 但是其實像官貿他們也加入 他們也反映一些別的 他們也很想要把那個設計的體驗 設計好一點 他們很大部分成本是用在 就是因為報酬的時候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來 所以說他隨時都要維持著那個流量 對 那這個時候 他就已經吃掉他絕大部分的成本 他也沒有什麼時間去處理 也沒有什麼錢 去處理這種比較dynamic的一些事情 可是就有一個參加這個協作會 因為我們後來開了四場 專門為報稅這個案子 就有一位朋友 他就說沒有啊 你可以用那個彈性運算 就是說因為大家都知道報稅是前兩天 跟最後兩天 中間你機器可以還出去 你不需要租一整個五月 都是付那麼多錢 所以彎彎後來想有道理 那所以呢 他們本來的問題是什麼 是說裡面的什麼機靈資料 他必須要硬碟打碎 那樣子來銷毀 那所以他無法用雲端嘛 因為雲端你解編 硬碟無法打碎 但是呢 後來呢 我們就跟我們的主機商 就是中華典型有討論 那他們是可以畫出一塊機房 真的完全是給政府來利用 他虛擬化 但是他不給外面的人來用 所以還是做到實體隔離 雖然硬碟沒有打碎 但是你可以是用全加密 然後把那個就是加密的機丟掉等等 那有些辦法 那有些可集合的辦法 所以後來還真的做得到 做到的時候 他們就省一大股權 所以說這一塊段呢 這個就是長遠之際了 因為當這個做好之後 公務員的特色 就是他學到了一個新的做法 他會橫向傳遞 所以其他地方 會不像說衛服部啊 鮮擺樹等等 就會學到原來 你只要請卓智原來 你就可以做User Journey 原來你只要是跟中華電信簽那個HGR 你就可以去做到原端部序 就不用敲碎硬碟 那這個才真的是 你剛剛講的比較長遠的 可以參考對不對 那這個會不會是 很像我們這台教育一樣 這其實是一個 沒有終點的事情 因為這個體制裡面 養的一群可能已經幾十年來 習慣做 跟我們樹立心的點半 然後慢慢轉移 對啊 對 對 就是我們每個月 處理這樣兩件事情 所以其實 每一次來的部會啊 他的組成都不一樣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每次的機會教育 捲動個四五個部會 不過我們總也才32個 所以這樣子三四年下來 每個大概都捲了兩三個 那他們只要一捲進來 就會發現 這一套真的是 讓我降低風險 因為不是做到最後才被罵 最前面是不太會被罵的 對 那而且第二個他省力氣 因為民間有創新出來的時候 他根本不用自己超標 對 那所以呢他省力氣降低風險 而且民間還覺得更相信他 對 雖然明明不是他的主意 但他願意用別樣好的主意 民間可以相信他 所以這三個呢 不一定每一次都有推進 但是至少都沒有損失 對 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就會願意在他們的三級機關 他們的業務單位 也引進開發 就是要來制度 所以我們現在加一加 現在一百多人了 了解 對那阿里裡面 我在回想過去 因為我過去在一些地方 有擔任智庫的角色 我看到一件事情 比如說 我跟曾經一個玩 也是個政府官員 然後他在談 他形容 Airbnb 叫地下經濟 好那這裡面 我在這裡面談 他的個人這種偏見 他其實不是很奇怪的偏見 可是這個其實跟這個Generation 很差別 所以這個點方轉移 其實您用一個方式去hack 去改變去推動 可是你就是你怎麼看這個 這個他其實是一個價值觀的駐突 對就是 你這個衝突是我們用時間就代物 然後家屬 你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解方嗎 不過我想 像一開始Uber進台灣的時候 也很少有人認為說 他會註冊一個Qtaxi 註冊這個UberEats 作為另外一家公司 現在甚至連金流都要落地了 那其實在當時 也沒有多久以前 五年不到 當時是無法想像的 當時大家就覺得說 他一定是不想拿水 不想拿飽 不想拿館 他一定什麼都繞到境外 主張他是共享經濟 但事實上根本連共產 都沒有哪裡來共享經濟 最多是平台經濟吧等等 那所以當時我們如果一直在爭辯 您剛剛講的這些 比較像意識形態 就是每個人他從他自己的 經驗來看 我經裡面跟他最像的 我就用他來了解他 不一樣的地方 我大概不太能理解 那如果一下子就卡在這個上面的話 也許過了五年 我們還什麼都做不到 那當時怎麼解決 就是片門造句 我們就去問所有的民眾 幾千人 去問說你最在意的是什麼 發現說大家最在意的 其實是乘客有沒有保險 這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其他的部分 好比上說公路的運用等等 很多人站在屋門那邊 認為說既有的計程車 他如果去提供一些 好比像說更好的車型 接送服務裡面 有無障礙設施 說不定他應該可以收 高於市價的錢 或者說下大雨 他應該也可以收 高於市價的錢 search price 所以這個部分 很少人站在交通部這邊 我們這樣大家討論出來 大部分人站在屋門那邊 對 但是這個一定要有這個保險 而且要發生事故的時候 可以課責 這個大部分人站在交通部這邊 所以其實一件事情 並不是抽象的 你把它變成具象那個十件事情 其實大部分人 就算屋門的司機都同意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拿著這個 就去說服屋門 他到最後也被說服了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如果我們在這裡面 因為你其實用的 有點像我們在做 使用者設計的概念 在做這個整個 概念的這個型素跟核心 那這裡面其實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假新聞這件事情 假訊息 因為如果我們的資料 是來自於網路 如果它本身是garbage 它就是garbage out 對 因為這個其實是裡面 收集意見的當下 其實它有時候 比如說我們講那個 那個爆炊事情 它可以是真還可以是假 那在這點 不過我們連署平台 還是簡訊認證 對 所以我們至少知道說 你有一個門號 那這個門號 當然理論上 就是在國外的朋友 就比較慘一點 因為這個 我們簡訊有點發佈到國外 那個太貴了 但是我們目前也有 在想一些辦法 那但是呢 不管你是在國外 運用像TWFID 其實具體辦法就是TWFID 這樣子的方法去做 又或者是說 像最近 如果是口罩實名制的話 可能大家都發現說 欸 健保快一通 它已經有產生TOTP的能力 它實際上也是一個 認證的方法 那就透過這些行動認證 那即使你在國外 我還是可以證明說 你是國人 至少你有保鮮保管 不一定是國人 就是你有住過 兩個月以上 對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的那個想像力 就不會被說 好像大家都是 就是國外隨便 誰只要開發一個什麼機器人軍款 就可以公佔 因為到最後 他還是回到一個TWFID 或至少回到一個健康卡上面 明白明白 OK 那我們如果談到政府 多談一點 就是談政府的產業政策 因為其實這 我們的政府這幾年 其實投資蠻多在AI的產業上面 那在這裡面 就是你自己在看這件事情 就AI為什麼對台灣是重要的 再來就是我們 AI如果往前走 我們面對你的國際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的優以列在哪裡 對 這是比較廣泛的問題 對呀 我覺得AI 我常常是把它寫成消息的AI 就是把它強調是說 它是輔助式的智能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對 那即使它現在變得比較有智慧 不只是智能了 那它還是輔助式的智慧 那就好像是說 有點像你家裡有智慧洗衣機 那現在的洗衣機其實都很厲害了 你不需要告訴它 衣服多重啊 要加多少水啊 要加什麼東西 它全部都會幫你算好 你接完就是衣服丟進去 還是穿就好了 對 可是呢它還是你的助手 它不會莫名其妙就是說 你身上的衣服穿了兩天 這個我強迫你要洗 不然不能出門 之類 就是說 事實上還是你主動 那它是要符合你的價值 比方說要盡量節省水 盡量用序環境什麼的 它是符合你的價值 省電什麼 那但是呢 它如果無法符合價值的時候 這個衣物真的是太太髒了 它就是一定要多用一點水 什麼 它必須給塑膠袋 所以就是說 價值的符合 給了塑膠袋 這兩個是 如果你有一個人類的主手 你一定會要求它的 對 那所以AI 你也一樣的要求它 那所以為什麼台灣 這麼適合發展AI 就是因為 我們誰也不能想破誰做什麼 在其他的管轄領域 不是如此 在其他管轄領域 一言不合就徵收 對 那在那樣子的情況下 反而你很難把它用輔助 實際的那角度來看 而是說它那個社會裡面 誰是具有優勢的話語權的 AI就變成是強加它的這個 增幅它 話比上說這個又是話語權的朋友 認為說 在特定的管轄領域的 我們要用他們的詞 這個集中教育的一些場所 這些這個老五的學校 那他們認為說 它必須要掌控到它每一秒 每一個人他到底表情 以及感覺怎麼樣 他認為這樣子才能夠給他 這個最好的這個老五教育 一定是這樣子的 對 那本來是做不到 在有AI以前是真的做不到 對 因為當時沒有什麼人臉 走路的樣態 情感 辨識的技術 所以你還真的得派一個衛兵 去定義著它 那這個其實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它就做不到 真正的所謂totalitarian 就是極端的極權 它只能做subtotal 就是普通集中一點點的極權 但是AI就 這是做的 而且他們現在真的做 所以就變成是說 誰是有優勢的話語權 AI就擴增它的力量 那在台灣因為誰也不服誰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出一個東西 那你真的必須證明給社會看說 你這個對社會整體是好的 不是只有對你這個 就是某一個人是好的 因為也沒有誰是真的說了算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發現AI做出來這些創新 它真的就是很容易變成是 對環境也好 對社會也好 那如果因為對環境或社會不好 立刻就有人抵制 在台灣隨便隨便抵制就罷了 是是 對 就因為有這麼強大的社會力量 所以我們發展出來的AI 其實是比較普適的 你在哪裡都可以運用 而且你大概可以知道說 符合你的價值 以及給的除交在這兩個 我們有一個強大的社會部門 在這邊去要求你說清楚 那說清楚之後 台灣人很願意實行的東西 所以你一旦這兩個一符合 大家就買了 因為抵制的反面是群眾募資 那你有什麼好的想法 大家就是群眾募資 整個市場來告訴你 可以怎麼樣做得更好 甚至是就是要去什麼 紐約時報開個廣告 然後這個寫了一個 就是很中二的東西 也會有群眾募資的朋友 一夕之間讓你登寡廊 然後給出非常多很成熟的這個建議 那這個就不是只是募資了嗎 也是重包 那所以我覺得群募重包 以及對於資料治理的 就是各方權衡之下 覺得說這個真的是符合共同價值 就是在不同的立場 形成不同的這個力量 我覺得台灣最厲害 嗯 我第一次聽到有人用這個角度 描述台灣為什麼適合發展AI 一般都在談說台灣的工程師 的水準很好 開放資料 對 可是你回到這一點 其實是回到這個國家的主體 對啊 這個是真的是無可被取代 像是啊 我們民國啊 公益值 對 OK 公益 因為這個角度來看 就代表這個AI的創意跟這個普遍性 跟點子的好與外 它社會自然形成一個漏斗 也形成一個幫圖 就是這樣 就是說會犧牲掉後代的 或者會犧牲掉社會裡弱勢者的 對 自然根本在台灣沒有市場 對 而且這是好事 因為如果你是靠這樣的有市場 你在國內都沒有市場 嗯嗯嗯嗯 因為這個視角等於是科技加上社會運動的背景 它才能辦法有這個切入的視角 但我真的沒有聽過 就一般聽很多很厲害AI人講 沒有人用這個角度去看我這樣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台灣在做AI產業最強的地域 跟英法 英法是幾家國家沒有 對 恐怕世界找不到幾個國家有 對 因為就是要大家很吸婆 對 路見不平要願意拔到相助 我說你行李愛的時候 還真的得非常多人來啊 對 那不然的話就像剛剛講的 其實就算我們說你行李愛 如果不是有五千人來聯署 我們也沒有那個動能 大家一起去想 怎麼樣報稅更好 怎麼樣口罩更好 沒錯沒錯 這個動能是你去撼動或Leverage 整個政府體制動向的最重要的力量 那如果大家都不去投票 都不關心政治 我在這邊喊你行李愛 沒有什麼用 對好 講到政治的冷漠 我稍微提一下 接下來要提的國家 知道日本 OK 你最近其實很有趣 今天我發現就是包含參加PLUSMA 你在日本跟日本的互動 其實你把它在國際上 就很常互動 可是跟日本在近兩張月 看起來比較密集 對 那在這個交流的過程中 就是我們以 就是好 我們講的網路產業 或技術產業來看 你覺得日本才能內涵 跟它的狀態 跟台灣 你比較想 你感覺它的 有沒有眼鏡有趣的 你覺得差異在哪裡 就跟我互動的大部分 還是公部門 所以我就以公部門來講 對 我覺得日本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 它在那個價值主張上 其實跟我們非常一致 像他們說社會五連零 基本上就我剛剛講那一套 沒有什麼差別 就是寒榮性的 不惜消耗在子孫的 那AI是要幫助這個 快速高齡化的社會 讓高齡者不是被照顧 還是可以主動參與等等 就是我剛剛講那一套 日本全部都有 而且他們在地方 創生意比我們更好 對 所以講得非常清楚 而且是有一套改變理論 所以這個 很多是我們要給他們學習的 尤其是 怎麼把價值講清楚 這件事情 這非常棒 但是呢 有一個困難 就是說他們的政治制度裡面 並沒有那麼多人 那麼雞婆 也就是說 如果沒有做好 那就是政府的錯了 那但是 也不會有人建議有為 不會有人自己跑出來說 那我們就取代政府 就要臨時政府吧 沒有這樣的運動 對 那所以呢 其實真的有時候危機是轉機 對 另外好比像說 像LINE這家公司 就是因為打擊診 311 他才突然發現說 傳短訊息 是市場上的一個 沒有人被填補的 這樣子一個地方 那同樣的 在311之後 Cover Japan 本來就是稍微比較外圍的 只是比較好像是 類似我們數位機會中心 就是去教大家怎麼用網路 等等 但是呢 在救災的時候 忽然之間 大家很相信他們 為什麼 因為只有他們能夠把訊息送到 只有他們能夠去確保說 這個即時的這個 救災的資訊 能夠讓這個救難的人 一進去 現場他不會迷路 他不會什麼等等 那所以 這個互信之間 忽然之間 因為救災是 大家不分什麼來透露 所以忽然之間 他們有一陣子 好像取代了政府 一部分的功能 所以到那個之後 政府就像這樣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 你剛才講 調量這個角色 那這次我在 PLUS 就是跟Cover Japan 當年311就在那一位 就是Haluseki 去對談 那他的想法就是說 因為日本 畢竟是一個比較大的地方 所以他贏得了一個城市 甚至一個都的信任 不直接表示他在別的地方 或者別的就是 就是治理區 就有信任 這個很困難 所以他們後來就是 遍地開花 在每個地方都有Cover什麼 Cover什麼 那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就是慢慢去擴散 但是畢竟呢 我覺得在台灣的狀況 我們比較 比較幸運的 是說因為我們有一次 全國性的輻射 對那就是 318的戰略事件 那當然再往前 還有一個更全國性的 就是叫做義大利者 那這兩個其實是有一點相像 對 就是說 全國不分地方 對 一起來關注一件事情 是 那而且又證明說 如果你沒有這些公民科技的力量 對 這件事情一定是災難結尾 是 對 那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個說服的過程 就比日本 他們是一個一個地方政府 要來的快速 是不是 那麼你會 這一點簡言有趣 就是說 簡言之 我想 日本可能他的社會條件 跟政府跟人民之間 他其實並沒有這個條件 現在至少 現在這個條件還沒有被 像台灣那麼完整 那台灣經過幾次的 就是 像我自己參與過 像318等等這些運動 我覺得有一個 我看到一個還蠻有趣的現象 就是人民相信 他可能有力量可以去改變 政府 這個相信會讓 你後面 你前面後面提到 所有的事情 會圍繞回來到 對 就是剛剛講那個 激活嘛 他這個反面就是原子化 原子化就是每個人都覺得 不行那就很不幸 但是我也不會去連接別人 對 因為日本的情況就是 像日本有用 他們日本人民 比較 你說對政治冷 相對冷漠來說 那你也可以說 他們其實不太相信 他們跟政府 他們能夠改變一個國家 或一個政府 我覺得這一點 其實這跟台灣 我覺得這跟台灣 這個 但是我也 我也記得 2012年的狀態 其實當時 就是在中秋事件 或者是在太陽化之前 你在街上隨便問一個人說 你能不能改變政府 他也沒興趣 對 說真的 就是社會運動是很小眾的事情 不是很酷 對 是中秋事件 然後太陽化 突然變成 這個我關心任何社會議題都很酷 對 這也是一個忽然之間的轉變 對啊 因為我發現那個鄉民現象 就是大家在鄉民越戰越厲害 對 在素材化 每個人都變成一個政治專家 對啊 這個是我覺得 論述能力 對 論述能力被大大的提升 不是只是意識形態而已 你也多了很多語料可以用 對對 這個其實 這個 我過去沒有把這件事連結到 就是 這是人民的國家核心 外面可能是產業的狀況 這個其實是 你看到的其實 是真的 可是你看到這個 你這個接入市場 你覺得台灣大部分的政府官 會同意嗎 當然會同意 因為不同意的 當年市場就沒有選 他不是回去選的嗎 不過事實上 2014年底真的 有些市場 他當選根本沒有準備講稿 是啊 那些就是 慘遭華鐵路的 大概就是 並沒有理解到這件事情 所以後面當然所有的候選人 像現在國會 那個開放國會的那個 就是開放政府夥伴關係 所有的黨都支持 每個黨人都支持 而且我看那個竹字稿 還真的很認真 林維州委員要求 亮認真 那就是 這個就是 每一個政黨都發現到 這個就是民心之所向 你要是逆著他 你要是主張黑箱 那你這個黨或這個候選人 就沒有存在的差跡 就會被社會抵制 就消失了 可是我覺得 現在你去問任何政治人物 他都說這不可以 對 對 這個其實是一個 滿理想活動的 這是由人民去決定 這個國家的方向 至少願意一起想 至少願意一起想 因為畢竟有些時候 政治工作非常專業 他資訊量非常龐大 人民不見任何件事情都可以 所以他需要一種 不同的政治人物的性格 對 就是他不會什麼都懂 對 像那個陳雙指揮官 就是一個代表 對 他隨便別人給他什麼挑戰 天馬行空想像 他會說 你教教我嘛 對 早點說嘛 我們一起來想一想 這個主義不錯 等等 他絕對不會說 我是指揮官 我來指揮你 他永遠都是說 公民社會一定有創新 你想的一定比我多 我們一起來想一想 他對記者也是這樣 我們是一定要的夥伴 什麼之類 我覺得這個就很穩 這個非常穩 而且這一點 我稍微把它拉到 因為過去不止這一點 你也是一個entrepreneur 那 我們談回來再創業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方式 如果我們回到 startup 的 mindset 裡面 就是他 我沒看到有一些企業 是成功 像 Slate 有一些是很開放 對對對 早期的 GitHub 不會現在被熟 也是 其實這個套路 我覺得他是一種 Believe 也是一種成功的模式 可是 你覺得他這樣的模式 用在產業面上面 你覺得 除了我們剛才提的這些公司 你覺得他可行嗎 不過其實這些公司 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他的那個價值的來源 並不是依靠著什麼 需要等很久的事情 他都是平空建造 零空建造 他的材料都是純資訊 他的產出也是純資訊 這樣當然很問 因為在純資訊的情況下 你要怎麼樣保持敏捷 你要怎麼樣透過設計思考 去抓到你的客戶 最新的這個意向 你要怎麼透過系統動力 去把整個這個產業鏈 變成是你的核心競爭力 都不用公開 而所有你的 call center 都變成開放的 等等的這樣子的狀態 這就很問 但是如果你現在在部署的時候 你要等硬體 你要等任體 你要等空間 你要等一座橋 你要等衛星發射 當然不可能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這個 還是有一個先學條件 所以他的來源的那個建材 必須是純屬為華的 這樣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個模型 你覺得在這些條件底下 其實他的 input output 都是 purely digital 嗯嗯嗯嗯嗯嗯 了解 那阿瑞都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講台日這邊 就是說你自己 傑立峰其實傑立峰博先生 他最一兩年 他倡議說把台灣的地圖 倒著看 左邊是東北亞 右邊是東南亞 我們做個大大的hub 所以我們要連結東跟西 這樣子 OK好 那我這裡把問題說小一點 就是你覺得台日這件事情 好了 就是你覺得 台灣現在很多新創開 跟我們提過也都講去日本 那你覺得從 稍微我們放低一點到產業鏈來講 你覺得到產業面來看 然後你覺得台灣跟日本 同間你合作 覺得那個合作的想像 跟組合 如果組成一個台日聯軍 的話 他應該是長什麼樣子 是是是 我覺得轉90度是很棒 真的很棒 就是我們最早打笑點 都是冒號減號又刮號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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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專教制度 那因為我們現在看日本 我覺得跟以前的狀態不太一樣 以前會覺得它是比較有距離 當然除了出生了 除了出生了 沒事就出一下 對 對 那但是就是說日本的奔道 對 那那 傳統上的想法是說 語言也不完全一樣 就算我們的創業家是用英語 他們的創業家會不會用英語 對 所以其實語言就是一個很大的隔閉 對 那第二個呢 我覺得另外一個比較大的隔閉 就是說 兩邊其實都蠻靠人脈的 不是說這種非法的那種 是說合法的那種 對 就是說 我們就是在講人脈這個字 其實你翻成Network也有點怪 對 那當然有人直接翻成關係 G-U-A-N-X-I 那又有一點 對 那但是就是說 介於Network跟關係中間 我覺得 台灣的性格跟日本的性格 都是說 我如果要相信你 我要先經過比較長的一段時間 那我一旦相信你之後 之後它都很上市 對 那但是呢 對於一個新創來講 我時間就這麼多 我到文化上面比較信任陌生人的地方 對 但他不會真的都信任 他會講Contract 講Foreco 他信任一些具象的東西 對我來講 對我的時間是一個比較好的安排 但是我如果現在就是要去 就是保能 那除非我時間很多 那不然我為什麼要花時間去 對 那所以我覺得早期 尤其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純軟的 那這些新創 比較沒有把日本當作主要的首選 沒錯 大概就是這兩個月 對 對 對 那現在當然因為機器翻譯 對 對 那這個也是AI對人類社會 非常大的一個貢獻 就是說我在日本那麼多的訪談 最後寫出來全部都是日文 但機器翻譯現在正確率九成五 有啊 而且翻英文又比翻中文更準 對 我都是翻英文 對 我覺得我來翻譯不過如此 看起來也沒有什麼問題 對 那所以這個真的是差很多 那我們這邊寫英文 他們翻成日文正確率也非常高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第一個問題立刻就結束了 那甚至你視訊的時候 現在幾時冒翻譯字母出來的這些都有了 所以這個真的不是問題 而且我去日本辦工作坊的時候 他們用一個叫UD Talk 那就直接把那個即時的機器翻譯投音出來 所以我就講英文就好了 那他們所有人都看到即時日文字幕 那他們有一組字幕組 在那邊就是如果他就是95%或14 就是20個字 有一個是錯的啦 所以那20個字他就更改 那即時在螢幕上就更改 這完全沒有語言上來的完全 所以這真的很好 而且這個是最近可能三年才有的情勢 之前那個正確率都沒有到那麼大 所以這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在雙方來講 就是以前因為沒有再解決一個共鴻問題 但是當然311 這個讓很多日本的民間 開始信任台灣 對啊 因為真的台灣幫了很多嘛 然後變成說民間促成媒體 不得不來證實這件事 媒體又促成政治人物不得不來證實這件事情 對那但是呢 這次因為就是Coronavirus 就是SARS2.0的關係 那日本就發現說 他們碰到什麼問題 台灣只可能都解決過 我們那時候在PTT上面 就是在講說 這個韓國終於開始口罩是明治啊 用的還是那個章品中國地圖 是他們拿我們的API去他們做 那這個在就是好像其他國家 不是日本 開始搶購衛生紙的時候 那個底下還有鄉民留言說 怎麼他們才演到第二集 我們已經演到第三集 他們是不是有點累 對那所以這就表示說 我們超前部署 超前碰到問題 又超前解決 所以對日本來講 忽然之間他們只要想到 就是肺炎的因應對策 對好像對台灣的這個信任感 你就不用再去管 因為大家是專注的解同一個問題 而且針對很多彼此學習的地方 那所以這個第二個 心態上的這個問題也解出了 就變成是說大家都很相信說 我去以公民黑客的身份 去改東京都的口罩儀表板 絕對不是想要害他們 覺得是對他們好 對那整個GDB臨時政府的朋友 一直在跟Covid水噴工作 就是為了這個 所以後來他們就覺得說 這個幾乎是台灣這邊 不管提出什麼建議 一定都是對日本全體好 這個感覺開始在他們整體有出現 這個全新的外交形式 對 珍珠奶茶也支援得好他們的心理 沒錯 珍珠奶茶非常重要 但是開放式創新的代表 因為你隨便什麼茶都算真奶 珍珠不分黑白好吃就好 對 沒錯 像我最近在觀看 日本其實有個滿有趣的 現場因為日本剛才那個 他們剛才提到說 他們其實在地方創生其實很多年 而且是樣貌很多月 那可是日本 越來越都市化問題 它其實呈現兩個極端 是的 OK 好 那可是這一次的COVID-19 其實出現一個滿有趣的事情 就是大家開始 因為他們可能一個禮拜 只要進公司一天 他開始往外面白了 沒錯 有先生去沖縄 那這件事情 你反過來 就是它有點像地方 算是另外一種 雖然精神不一樣 可是它還是因為一個大的事件 造成人類情況很劇烈的改變 那這裡面其實 當都市化的命題被 慢慢的解開之後 很多商業的利潤架構基礎就不見了 像零售業它需要人潮這些 那這樣對於產業 你覺得人類新聞跟產業之間的互動 你覺得像我們講零售業好了 可能你可以想像一下 他們怎麼去對應這個人口開始 他可能住沖繩一個禮拜 才進東京都一天 這樣那麼強的impact 嗯 對當然就是說 你如果問我 我只有VR一個回答 哈哈 全世界都知道 VR啊 OK 因為從我的角度來看 確實 因為我以前在台灣 但是我做矽谷的工作 非常長的時間 2008到2016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這是已經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常態 就是說 我如果需要巡視工廠 我就租個機器人 去聯合國也是一樣 對對對 那我如果想要這個去跟人 就是在畫白板 那我們就用一個共用的共筆白板系統 我們如果想要去體驗某一個地方 你就用360度相機去把它拍變 然後拍完之後 它就那個photogrammetry 就相片建模 那建模之後我們就帶個VR 就體驗到了 甚至我在馬德里的時候 以一個360VR機器人的身份 帶著學生 那過了一個禮拜我飛過去 對他們來講 我是細座身體邊探索的 但是它是同一個人 對 所以就是說對我來講 本來我就不一定 只在特定的一個地方 我可以立刻就跑去一個地方 重點是第一個 我的注意力在哪裡 以及第二個 那邊的即時的資訊 就是人的注意力在哪裡 這個回饋資訊 有沒有辦法傳輸回 包括這裡 那只要這兩個做得到 那其實人的哪裡根本沒有差別 對 所以我一直很看好 就是現在新的 也有一個完全國產的VR眼鏡 現在就是所謂第一台5GVR眼鏡 它是非常輕可以帶個4小時 也不會累 而且它不用控制器 所以你就是用手勢 對 那你這兩個問題一解決 其實我覺得大家那個臨場感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至少在知識性的場合 對 但是有些不是知識性的 我們也像我以前在戲谷的時候 我們會大家約好這個 我跑去我這邊的Groden Fish 他去他們那邊的Groden Fish 或者是他們喝的酒 男朋友喝的酒 遇過來了 等等 所以你還是可以盡可能見面三分請 那遠端營造到2.5、2.6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可能 那在台灣我們比較沒感覺到 所以我們沒封城 對 但是因為其他地方都開始有去工作 所以在台灣你也開始看到說 原來我不管在台北的都市的核心 或者是我跑去花蓮台東 我如果都是上國外的班 根本沒有差別 很多人他是來東部衝浪 或怎麼樣 然後他本來是官方簽證 碰到了疫情 當場換成就會金卡 還是可以待三年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當然還是往國外工作 但對他來講 他一定是挑他可以衝啊 可以爬山的地方住啊 他不會來跟你結運啊 因為他的工作可能不在這裡 沒有錯 那我們這樣子的 歐洲台灣人越來越多的話 我覺得我們自己的這個性格也會改變 對 對我們自己的地方衝成非常好 謝謝老闆 我在這裡看到一個蠻有趣的圖 我反過來 我覺得台灣現在很安全 沒有錯 可是世界很多的國家被疫情驅動 它的數位轉型的那些改變 台灣反而是停下來的 這會不會變成我們變 這個世界結束之後 變成我們變數位落後的國家 應該是不至於啦 因為我們都是在外銷 是 是 對 因為就像某條海岸 現在不去香港 然後在台灣停了 對 對大家來講 其實他需要面對面工作的部分還是存在 只是說他們的決策層面對面工作 但是大部分的執行層 因為就是疫情的關係 不得不分散失或不得不等 但是如果他沒有這樣子的能力 沒有這樣轉型的能力 其實就消失了 其實是非常慘的 對 那所以第一個台灣不用面臨這種 好像一次淘汰掉一半的 Player的這個狀況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說好 那他們存活下來這一半 現在非常會用遠端 西群等等 那但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因為在這個過程 我們做全世界的生意 事實上我們GDP還成長 所以其他人都對 對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就是我們在一個安全的情況 而且我們也學會說 我們要運用這些數位的技術 好像有人要來看工廠 有人要驗貨 有人要做什麼東西 因為國外我們整個供應鏈都還在 就是疫情裡面 那所以我們只要在國外有供應鏈 我們這邊的決策者 也不得不學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你說完全不學這個 我覺得也沒有 不過存在這樣的情況 而且我們的學是按照我們的步調學 而不是說好像立刻就好像消失了 被驅動的 那樣子的學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唯一就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不要覺得說 好像我們就獲成最大贏家 因為現在很容易有這種感覺 就說什麼這個是全世界最安全啊 等等的地方 但我們自己的防疫還是不能忘記 隨時都還是有可能再來 所以就是說還是要這個肥皂清洗手 帶口罩等等 有這個生物疫苗以前 物理疫苗還是要帶 沒錯 而且你不覺得在這個時刻 我覺得在這個疫情裡面 我看到另外一點 就是台灣nees 這個民主認同 國家認同也 它其實被拒到的最高度 這時候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看口罩跟很多措施 就是每天還是人都在質疑政府 嗯 這很好啊 對很好 可是我們的政府 你不覺得應該我們也 這時候應該是在lead這個世界 不見得只是在當一個follower 我們應該變一個opin leader 當然台灣model 對對台灣model 我們必須要更強勢的去 告訴加工 他說 拜託你回到問我 我才是最好的 因為事實上我們一直有一個主張 就是說 如果你是威權政體 你當然很容易可以控制疫情 但是你必須付出你的經濟 跟社會信任作為代價 但是我們的方法是 你一樣可以控制出疫情 但是你的社會信任變好了 而且你的經濟硬勢上揚 但是這個對非常多的國家要說服力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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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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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最後切合來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這台資料影視的部分 就是GDPR 對對對 那GDPR的部分 其實因為我們所屬的行業 其實是行銷科技 那有些 大家通常會用 第三方的 cookies 去大量做資料交換 然後廣告聯播網等等 那GDPR一下來之後 這個局勢馬上改變 對啊因為資料可惜 而且他必須自主啊 對對對 可是我同時看了一個現象 對資料的所有群也被這幾個大巨頭拿回去了 因為他們法則比較做得到 你覺得這件事情其實你覺得是好事 可是他其實這樣子一收回來之後 第一方第二方其實他不見得握對他的能力 然後原本靠第三方在做Cookie追蹤的公司 他還轉過來 最後他把這個資料搜尋回到了Google Facebook上面 你覺得這個跟你理想中世界應該長得不一樣 覺得還不錯 但是我想這個要從兩個方面回答 就是說確實好比像說GDPR其實我常常把它講成是 有點像是早期開始出現工會 因為有工會有勞動合作社有這些東西 那個工人才不會原子化 單獨的工人跟資本家沒有什麼談判手碼 就好像單獨的使用者跟資料搜集者來講 哪裡來的談判手碼 我本來還想談判的我旁邊的人一自拍上傳 他幫我 我就沒有談判手碼 因為我跟他在一起這件事情 他也可以上傳 我也可以上傳 他一上傳之後 他就把我談判手碼用走了 所以實務上面在有GDPR這一類的東西以前 確實他是完全沒有談判的能力的 所以GDPR他是讓談判得以發聲 就好像工會發 但是如果你不去用 那也沒有什麼用 而且縱使你去用 一開始都是一些比較大的產業公會 有規模的 而且他的公司也已經有很好的制度 所以他要去爭取說他要合佈勞基法 那公司就說我優於勞基法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看起來就是說 那是不是你反而便宜了那些特別大的財團的那種部主 因為他可以說好 那我就優於勞基法 不行 那大家都去放假 因為他夠大 有規模經濟 那是不是小的這個就是營業者 反而因為工人組織起來的關係 他變成弱勢 因為工人要爭取自己的權利 那我們就那麼四個工人 那這樣的情況是不是反而不好 那當然一方面沒有人會主張說 那你如果是小企業 你就不能夠爭取勞基法 不是這樣子的 而是說我們要與其俱進 也就是說如果 他比方說勞動合作是一個很好的意思 因為他沒有雇主 他沒有雇主 也沒有支援 每個人都是股東 一人一票 民主治理 那這個我們在台灣 也有類似的形狀 空氣盒子 就是這樣的形狀 那這樣的形狀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這是開放式創新 任何人都會加入 那加入的話 有點像分散是帳本 誰也不能摧毀掉別人的貢獻 那所以大家就是不斷疊加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那位財還是存在 只是說這個是非常平均的 由大家所共享 那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像這種在日本是叫做 情報銀行 那在其他地方 有的叫 Data Trust 有的叫 Data Coalition 有的Data Co-op 有的Data Union 這個基本上都是勞動法令 改過來 你前面加Data 這個字 那在台灣當然 我們現在是有一點 叫做Data Collective 就是資料協作關係 那資料協作關係 我覺得是下一步 就是說 如果我們自己很願意 去把我們的這一群人的偏好 向彼此分享 那像就是你們這樣子的科技 其實也是可以幫忙的 所以你們的科技 並不是說只有幫廣告商 如果一群人想要更了解自己 你也可以幫他 那然後 所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如果你的科技 是站在他們這邊的 那他們就會願意 有點像是 空氣合作 為什麼能夠吸引 那麼多鏈圈的人去 貢獻者 對 因為這個鏈圈的誘因機制 它可以確保說 誰都不能抹煞別人的貢獻 那這樣的話 它慢慢就捲動成一個 就是社會部門的一個集團 那我覺得是到這個程度 你才可以去讓 就是中小企業 大家在這個集團上面說 我為這個社區服務 它有點像類似 就是在家醫療對地去給付那種感覺 就是說我加入是我為這群人好 那我是因為我喜歡這個地方 我願意identify also Taiwanese 當它的著名 為它發展 那其實這個在台灣 為什麼我覺得 我們特別有優勢 就是因為我們一刷健保卡 是進入社會主義的機器 所以我們對於社會主義 也是蠻手機的 雖然刷金融卡還是資本主義 所以就是說 就是作為健保卡的 這樣子一種社會連帶 我覺得是很刺激台灣人 每次出現這種狀況的時候 他們要健康存折 那我們一群 可能有糖糖病的朋友 他組成治抗糖那個社群 那也是一種 data collaborative 他提醒彼此要維持良好的習慣 等等 這個時候你IoT 什麼這些裝置進來 他就是為這個族群服務 而不一定是專門是 push一些他不需要的東西去 浪費一些他不需要的注意力 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種長期的關係 relational 我覺得慢慢會取代就是 GDPR以前那種完全transactional 就是賺一票就好 喝酒菜 等等的那種環化 明白 好 那 我們現在要多少時間 不好意思 現在好吃 好 OK 而且最後就是 這個小問題就是說 像 這是邀請你講的一小段話 就是說 像你對於像阿虎這樣子 我們對於本土的台灣形狀 然後自己達到這種SARS工具 然後要Go Global 你對於這樣的形狀 像阿虎要去日本 甚至要在日本上市這樣 這是我們短期目標 那你有什麼樣的建議跟一小段話給我 不過如果有人要我給一小段話 我都是給同一段 就是這個 忠能敲響就敲響 十全尊主莫指望 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你進入一個新的文化的時候 一定有很多 我們覺得理所當然 他們覺得已經看到的事情 就算台灣跟日本社會無聯益那麼像 還是會有這種事情 對那所以我覺得 我想我們做科技的是 讓科技去配合社會 讓科技讓社會變得更好 所以你取得社會正當性 這是最重要的一步 所以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反正就算是日本的這個朋友 覺得你哪裡不夠好等等 你還是可以跟他說你新年來 而且說你新年來 這就是台灣的傳統 就是開放式創新 那我們從來不會說 好像說什麼韓國用了我們的口罩地圖 他就必須要用我們的API 這個非得用台灣的模式 一定要這個也到我們健保署掛個號 從來不是這樣 那而是他們就是inspire us 就是被我們所啟發之後 他看到我們不足的地方 我們也有很多不足 要去發號碼牌的問題 這個拖了三個禮拜才解決 那他們有經濟 經濟之後我們也學習 那我覺得這是很好 就是說你的在地的夥伴 還是要覺得說真的是夥伴關係 不是火機關係 不是說他只是執行 執行不好 還要各個港口給我們 台灣不做這種事情 這樣子 沒錯 因為阿Drey 短短訪談裡面 我其實有看到你對台灣 至於這個世界 它最 unique 獨立存在的地方 我覺得那是很清楚的 那也期待就是 我們是往那個方向進行 沒問題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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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幫你們兩個拍個照 坐著拍吧 坐著這個C位給A位 OK OK A位 OK OK 我這樣 好 那邊 好 B 一、二、一 還有口罩如今 對啊 我有口罩 很重要 一、二 好 好 謝謝 那我們 等一下 六分鐘 講的內容 大家好好地 是用英文還是中文 可以英文 當然沒有一句話 大概五分鐘 大家好 好啊 不會滿五分鐘 你大概三分鐘 就是用個手勢題先往下 有啊 沒後嗎 我覺得不用 好 阿瑞你可能很高耶 對啊 沒錯 在螢幕上都不會附比例齊 所以 對啊 應該有個打火雞棒 對對對 十元硬幣 對對對 好 可以跟我做 我可以 隨時都可以 可以啊 好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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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邊 但其實我覺得沒有關係 台灣其實也跟妳 好 好 這邊好了 OK 預備喔 三、二 好 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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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where in Taiwan when you see people wearing a medical mask you can see them sending out a social signal a marketing signal to other people saying if you're not wearing the mask you are not protecting yourself from your own outwashed hand in this very simple sentence there is a very high R value this is a idea that travels very quickly it went viral so to speak and this mean basically a mask protects you from your own outwashed hands is an intentional mean that has been designed very early on when the coronavirus SARS 2.0 arrived even before the SARS 2.0 this year last year we already saw on social media that Dr. Li Wenliang the PRC whistleblower posted that there were seven SARS cases in Wuhan and it got upvoted in PTT that's a local equivalent of reddit is like a social forum where people can post pretty much anything and someone with a nickname no more pipe posted Dr. Li Wenliang's whistleblowing and got upvoted and one of the sound mean one of the netizens on PTT was a medical officer from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so it got escalated overnight and so we started to help do a health inspection for flights from Wuhan to Taiwan the very next day the first day of January before we have even any locally confirmed cases and the CECC daily press conference has been set up even before we have the first locally confirmed case of the coronavirus and so this is what we call advanced deployment Chaocianbu Shu and so this kind of deployment includes our premier Su Zhenchang having this very large poster where he holds his hand like this and saying in very large font don't panic wear a mask remember to wash your hands frequently with soap and so this meme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 connects three totally unrelated ideas together into a single poster first that this is not a cause of panic because if people panic and can go to panic buying or spread conspiracy theories online the spread of infodemic is even more likely than the pandemic itself and it will cause a lot of turbulences in this society for example people who will swarm the convenience stores the supermarkets just to make sure that there's still some tissue papers or instant noodle or whatever in stock and this succumb very important and the second is wear a mask wearing a mask of course we all know that it only works if a majority of people in a room wears a mask if both sides wear a mask of course this being a respiratory disease it wouldn't travel but it wouldn't work if only a minority of people in a room wear a mask and so this poster basically says everybody wearing a mask is empowered to remind other people to also wear a mask but they do that not so that these people will respect the mask wearer rather no I'm just taking care reminding you to take care of your own health because a mask is something that protects you from your own unwashed hands and that leads me to the third point which is soap mask is very important but soap is the most important technology if people wear a mask and without washing their hands actually it may make the problem worse because it will get people into a comfortable mood but they will take out the mask eventually and if they don't wash their hands with soap then they will eventually still touch their own face and the coronavirus will still spread so by saying wearing a mask protect you from your own unwashed hands what we're saying essentially is washing your hands with soap or alcohol hand sanitizes u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s the goal that don't panic and wear a mask are the instruments so that you can take plenty of time to wash your hands thoroughly and it really worked data showed that people's daily washing like in washing basin and things like that of the volume of water used has really increased once we posted out this poster it real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seconds people keep the tap running water running of course we don't know which segments of people receive it better that's maybe the job of more tech practitioners we don't know the precision targeting how well it worked but we know that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s urban or rural people do wash their hands much more thoroughly and people also demand that for example soap and hand sanitizers and thermometers of their schools so our schools took two weeks to open because they need time to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all these essential supplies in stock but then it when it opened everybody feel calm and collected there was no protest like refusing to sending their children to school or anything like that because people feel calm and collected and so i think a lesson here in addition to the fast fair fun principle that i have alluded to in my other talk i think what's important here is that people only feel calm when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 science behind it when people understand it's the soap that kills the virus it's the mask that reminds people to use soap it's this don't panic idea that makes sure that people have plenty of room in their hearts to remind other people to wear masks and wash your hands properly we get into the mood where the entire society have solidarity with one another anyone with a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ard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re citizens or just residents feel that they're in this together anybody who have a spare medical mask is willing not only to share with their neighbors but also dedicated to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id including to japan and through this app we can dedicate the quota that we're not using fo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id and so i think this really transformed taiwan not only into a more unified society in helping others what we call taiwan can help but it also turns us into a more warm society internally uh when we look at our neighbors needs and provide photos and so a simple idea a simple meme can travel very quickly but when the meme really works with the society not just for the society the society will think it's their idea and that's when the governance really succeeded if you ask people randomly on the street what's the key to to taiwan's success in mask wearing people will tell you the cecc the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tells us to wear masks in these places so we wear masks but even when cecc say you don't have to wear masks in these places we still put on a mask anyway because that's our idea and we protect ourselves from our own unwashed hands and so um in concluding i would like you to think more about how your marketing techniques can learn more about what people prefer from people to be more open like a hashtag that you don't control all its end uses taiwan can help the hashtag has been used by people who are non-tawanese who really just think of taiwan as a helping hunt the taiwan can help hashtag has also been remixed as you know taiwan is helping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there's an endless like viva taiwan that's another derivative that people just play with this hashtag online and keeping the hashtag open keeping the innovation open is the spirit of taiwan and so i'm really happy that i get to participate in one of the largest online marketing campaign in taiwan history that's the mass rationing system but i think the lessons that we learne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ot just the digitization like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ard not just an optimization for example on making sure that people can collect 24 hours a day and with a mask met contributed by the civil society but the digital innovation that is to say people seeing the possibilities enables by these means and by these techniques are now applying it in the public sector on the triple stimulus voucher or the same page which is reusing almost all the system that we develop for the mask but also from the civil society and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who are more and more learning that if you can appeal to the common good everybody is your friend when designing your market campaign so you market but you design not for your users with your users and if taiwan's experiences of any guidance maybe not just with your users but also after your users in which case they are not users anymore they're your co-creators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okay